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现没有 这个雪可是比我的脸都大 而且我发现它就是非常的坚硬 和我们平时看到的这个雪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现在也有请这里的专业老师 慧老师给我们讲解一下 这里的雪和普通的雪有什么区别呢 咱们这边的比赛用水和咱们的天然雪是有很大区别的 因为咱们比赛的时候需要这个雪道的硬度比较坚硬 所以需要我们雪中的密度比较高 相应的我们的含水量就会比较高 像咱们天然雪的话 它可能洁净程度和这个含水量达不到咱们比赛的标准 所以咱们全世界所有的这种国际级的赛事 都是用人工造雪 咱们的人工造雪这个水都是经过多次处理的 所以相比之下它是非常洁净的 因此呢它这个每一个水分子和雪分子之间 它的缝隙会非常小 这样更有利于雪的保存 可以看到非常的高的 现在记着让你感受一下 哇 彼此登上这么高的车 哇 这个每天要压多久来回您这边开 一白天 一个白天就这样来回开是吗 白天有晚上 哇 我现在已经到的这个压雪车真的好高 这个大概有多少米啊 这个高度 3米5 3米5 那一个3米5高度的车 然后这是压雪车 然后听老师介绍说 这里要开一个白天要来回这样 这个 我会晒得很从容优雅的 从小看到雪呢 就很想在上面写字 小的时候是在车窗上写 现在我长大了 已经可以来到双汇的比赛场地上写了 那么 我现在就给大家表演一个 符合在这个金的雪上写字 我现在拿的是车钥匙 比较建议 我要写的字是 相约北京 相约东澳 哎呀 怕写一 day two day three day four 我用五秒钟东西把这个箱写出来了 然后现在还有 七个字 相约 就相约吧 你看就是简洁又好记 让我们相约在这里一起期待中澳会的取范 加油 为了承办北京中澳会严禁赛区专门修建了中国第一条雪车雪橇赛道 也就是我深厚的雪楼龙 可以看到啊 外籍的工作人员正在对冰面进行修整和制作 那么我现在所踩在的位置呢 就是这个赛道的冰面上 我这个鞋子呀是专门用来踩雪地的防滑靴 但是在这个像玉一样的这个冰面上还是感觉非常的顺滑 三种摩擦的感觉就是 我们也知道啊 这个场馆的基础设施负责人杨经理 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雪游龙有哪些的特色 您好 您好 是这样的 就正如你所说 雪游龙这个名字是大有来头的 雪呢 来自于我们这一项这个运 这个场馆所要承办的冬岸会比赛项目 是雪车 雪橇项目 啊 那么雪字就来源于体育项目本身 游龙呢 来自于这条赛道的形态 我们从空中俯看 这条长达1975米的赛道呢 包含了16个形状各叶的弯道 那么空中俯视 恰如一条游动的巨龙 出现在了这个海陀山的山路上 那么今天呢 带大家领略了 延庆赛区的各个奥运场馆 大家最喜欢哪个场馆呢 漫步在延庆赛区中 可以看到小海陀山的风貌 用眼帘 这里呢 是真正被誉为绿色赛区的场地 也希望我们的奥运健儿 可以在这里取得好的成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